嗨 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英雄機器人 超帥的 我終於把他組好了 來看一下 他的製作材料 超級麻煩的 火箭金盔甲 生鏽零件30個 鐵礦石90 金礦石10個 然後其中最麻煩最麻煩的應該就是生鏽零件30個這個部分 那我今天這個影片就是要來教一下大家說 怎麼快速的收集生鏽零件 生鏽零件我們在初始的時候 就可以在服務處的回收箱裡面先撿到幾個 那其他的時間點就會很難入手這個道具 那要怎麼快速的入手呢 喔 妹妹剛好在這裡 她也在許願 有沒有看到這個 旅遊躺在沙灘上 我們要拿生鏽零件就是要從她身上搶過來 她會要我們幫她收集5個零件嗎 我早上已經先挖一個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再來繼續挖剩下的4個 好 這樣子我們就湊齊了第5個零件 那我們這5個零件就不要還給旅遊 然後隔天早上它就會自動變成生鏽零件了 但是這樣的話我們也只拿到5個嘛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比較快速可以擠的方法就是 先記錄之後 跳回遊戲畫面 接著呢 我們就隨便再開另外一個附帳號 然後登入這個遊戲 如果你們已經有創過的話 就直接開附帳號進來就好 好的 那我們開啟另外一個帳號進來後呢 旅遊還是會躺在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就是要用另外這個帳號再救她一次 我們就可以再收集5塊零件 所以我們只要在這邊再找到5個零件之後 再把它放到隔天 挖到隔壁 鏟子還壞了 總之就是這樣的方法 我要先去買個鏟子 那這樣隔天之後呢 我們就會擁有10個生鏽零件 所以如果你只開2個帳號的話 只要遇到旅遊3次呢 我們就可以組一台機器人了 那你也可以一天就是 創6個帳號 這樣你一天呢就可以 可以湊齊30個生鏽零件了 以上呢就是快速的收集生鏽零件的方法 那機器人呢 其他的零件 火箭從那個復刻 就是貓頭鷹妹妹身上可以要到DIY方程式 那金盔甲呢 是從村子裡面的自戀系村民 他們有時候在家裡翹翹打打的時候 可以要得到金盔甲的DIY方程式 那大家就可以努力的來收集這些材料 來組這台英雄機器人吧 那英雄機器人呢 它可以改造染色 順便讓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改成什麼顏色的 有紅色 藍色 黃的 綠的 粉紅色 白色 黑色 灰色 基本上就是跟戰隊裝有沒有 會有的那幾個顏色是一樣的 都有對應到 但一次就要50個 50個材料才有辦法改造 也是蠻貴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感謝大家收看啦 掰掰囉